北加州台湾工商会周末两天在南湾文教中心举办工商研究班 从领袖才能到数学公式 从理财到市场导向 各色主题演讲受到参与学员的好评 今年的北加州台湾工商会研究班是第九届 主题是如何在困境中求生存 逆境中求超越 你每天在做的事情 你要出人头地 你要比人家好 至少要让你的小孩温暖又成功等等 都是在做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叫做什么 我这一句话也讲出来 你这个可以应用到所有的事情上 就是人生在做的事情 就是用怎么样去用有限的资源 去实现无限的理想 我常常认为 就是说围造你身边的这些人 他不会说是因为你口才很好去说服他 三寸不烂之舌 说服他他就来帮你 绝对不会是 一定要他自己multivate 自己愿意的 看到你的价值 看到你的好处 欣赏你这个人 对不对 那你不能期望是永远像世界小姐说 我是最美的 一定有些人会觉得你有缺点 创作集团总裁林复原的演讲主题是 领导统育 他认为每一百个人里面只有五个人 是成功的领导者 而他们成功的关键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中人和的部分把握得非常成功 他表示他曾观察过成功领导者的12个特质 分别是认清自己与和平相处 谦逊和别人分享成功的慷慨 广纳百川 幽默 微笑 乐观 坚持 诚恳 沟通自如 利用资源解决问题 总是保持思想开通 前HP公司资深副总裁杨耀武 在演讲中鼓励公司们创造有创造性的工作环境 包括奖励有创造性的服务和商业模式等 中美经贸集团总裁引吉线 以只要不让水没过鼻子就可以存活 来比喻中小企业如何在困境中 按照客户需求来掌握自己企业的容量 口才及自我行销主讲人利如秋 则以丰富的个人经历为例 讲解如何自我行销 以及建立最佳的第一形象 一共有九位奖者为这次研究班做了演讲 近百位工商界人士倾听了他们的演讲 其中还有七位博士 新唐人记者袁科森内威尔报道